好 輕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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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靜 快骨折了 冷靜 那個 各位 你們要不要讓小孩子去健身 你們想清楚嗎 什麼都很有力 所以安佐妮妮妮妮做了什麼 10月29日的傍晚 56歲野生孫蓬被一平巧遇 記者擔心受傷 又沒坐在博愛座的她 有什麼不方便 所以決定日行一扇 護送孫老爹左捷運 不知道孫蓬單手滑手機在看什麼咧 小編幫推薦她的心頭好 那就是寶貝兒子安佐拉 如果你沒看過世界自然健美協會 青少年健美第四名的樣子 現在就讓你看一下 你覺得老實說 我應該也不太是那種會說那種太感人的話那種 但我覺得我爸做最好的地方是 他很會給我空間 這是很多家長做不到的地方 因為大多數的家長至少我知道 其實很會限制自己的小孩子 限制他們想做的事 限制他們以後的工作 但我覺得從小到大 一直以來我爸都不會像那樣子 他會給我很大的空間 讓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讓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人這樣 我覺得這點我會感謝他這樣 OK 我第一次在這個錄影 對我兒子講心裡話 從安佐到這個人間 我看到他第一眼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停止愛他過 每一分每一秒 他都是我的最愛 我覺得一個人可以在他的這一生中 可以盡全力去愛一個人 然後愛到沒有自我 我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是一種很棒的感覺 很棒 我愛這個兒子 鏡頭回到野生孫鵬身上 他貌似邊走邊滑手機 步伐緩慢的離開起源站 老婆大人第一呢 開著白色轎車接他回家 而這個目的地 就是當時為了赴美舊安佐 而掛售物網站 開價8600萬元的豪宅 啊哈 請務一覺 仍是也還在這個Happy Ending 恭喜老爺賀喜夫人啊 孫鵬回應一瓶新聞網 因為迪姐和安佐喜歡那裡 所以又搬回去了 安哥孫鵬大大 你的右手為什麼會開刀咧 時間要拉回到去年 當時夫妻去獨家村泡湯 結果孫鵬滑倒用右手去撐 當場痛到20分鐘都動不了 經過檢查後呢 孫鵬是上旋轉機撕裂傷 受傷期間呢 老婆迪音愛幫他洗澎澎呢 原本醫師前 應該立刻進行手術 但孫鵬被工作卡住 拖到10月中旬才動刀 枝鵬帶了4個星期後 終於可以拆線了 以後千萬要保重啊